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班上有学生检测呈阳性而其他孩子并无相应症状时 他们仍可戴口罩在校上课 但有症状及确诊者仍应依照规定隔离 此外 9月8日开学后 校方也不再对学生进行随机的校园检测 不过将在开学日起 将为每名学生逐一进行核酸检测以确保安全 加州州长纽森8月22日否决了一项提案 该提案允许洛杉矶、奥克兰和旧金山设立合法毒品注射站 由参议员斯科特维纳提出的SB57提案 将毒品注射站的设立描述成 帮助解决在加州或者说是在全美看到的 因过量吸毒导致的死亡激增 纽森在决定中写道 这些站点有可能有助于改善城市地区的安全和健康 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实施计划 他们可能会违背这一目的 恶化这些地区的毒品消费挑战 不是我们可以承担的风险 根据美国CDC的数据 怀俄明州8月22日报告了一例猴豆病例 至此猴豆病毒已经蔓延至全美50个州 截至周一 全美共有15,433个猴豆报告病例 其中纽约已近3000个报告病例居首 其次是加州、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和乔治亚 卫生官员建议 接种疫苗是防止该病毒进一步传播的最佳方式 目前疫苗接种资格仅限于与这次爆发及其传播方式有关的最高风险人群 拜登政府计划从本周开始额外提供180万剂猴豆疫苗 从而加快猴豆疫苗的供应 8月22日 辉瑞及其合作伙伴BioNTech要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批准针对奥密克戎BA4和BA5亚型的新冠加强剂 面向12岁及以上人群 公共卫生官员预计 随着目前授权接种疫苗的免疫力减弱 人们更多待在室内 今年秋天会出现另一波感染潮 辉瑞更新版疫苗将针对新冠原始毒株以及奥密克戎变种 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希望 新的疫苗将提供更广泛更持久的保护 防止感染和轻症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8月22日 公布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最新拍摄的木星照片 并表示从未见过这样的木星 NASA公布的木星照片是韦伯太空望远镜于今年7月份拍摄的 捕捉到了木星前所未有的南北极光 以及旋转的极地雾霾 木星上著名的大红般周围环绕着无数小风暴 显得格外明亮 其中一张广角照片特别引人注目 显示木星周围有微弱的光环 以及背景星系中的两颗木星小卫星 据NASA称 两颗卫星中较小的那个直径只有12英里 伺子 Sel孔 不 town 鱼 好的 对 对 DV 每一个 我 angles